尿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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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 一个人吃东西 从早饭到晚餐 哇 大家好 我们今天想介绍给大家希腊的烈酒 其实中国和希腊都有烈酒 中国的烈酒呢就是 中国的白酒 53度的 希腊的烈酒呢就是 五手 灰香酒 40多度 也是希腊的果酒 希腊的烈酒呢也是 欧盟保护下的特装品 希腊呢有一种称为 五岁里的饭馆 在那边可以一边喝 希腊的灰香酒 一边吃希腊的凯备菜 Mezéves Mezéves就是 奶酪啊 蔬菜啊 小鱼 海鲜 橄榄 就像中国一样 喝白酒的时候 肯定要吃花生 那希腊烈香酒的原产地就是希腊北边的一个岛屿叫 Lesvos 莱斯伯斯岛 并且这个酒的历史也非常的悠久 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 那灰香酒呢也非常的好玩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如果在灰香酒里面加冰水 它会变成不透明的摆色 不信吗 那我们来试试吧 好 这个是灰香酒的小杯子 和中国的白酒有点区别 中国的白酒比较低 比较矮 先加灰香酒 OK 就这么多了 可以 现在我们可以加冰水 哇 大家看看是不是变成不透明的摆色呢 然后呢 最后就加冰块 因为喝的时候一般是夏天 夏天比较热 所以我们要喝冰的热香酒 哇 OK 这个就是希腊的热香酒 热香酒 一边喝热香酒 一边吃 Mazeves Yamas 我们在希腊 跟大家说再见 下次见 呀 为了来看这个鱼肉 好 我 都不需要 对 好 没 对 不是 美 那